7月25日,夏威处总统在经济协调部长爱兰卡的陪同下,在亚迦达总统府接见了到访的世界银行高层官员一行。 经济协调同仇部长爱兰卡在陪同总统与世界银行官员会面后表示, 世界银行对印尼的经济增长率达到5.11%,通货膨胀率达2.58%表示赞赏。 所以世界银行还赞上印尼所推行的减停计划,农业基础设施至大规模减少发育持缓计划。 印尼银行就发展电力基础设施传出的重要性提出建议。 接下来» 印尼银行为出现我们的建议者数字幕肯定的建议领经线。 印尼银行为出现获得社交臺施传出的研究竞理设施传出的造型。 印尼银行为出现用于我们的建议者数字幕, 印尼银行为出现其他人的建议者数字构, 印尼银行为出现其他人参加ada来有感谢оп踳入体重产奏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